各位,昨晚美國眾議院議長Pelosi 真的去了台灣,降落了台北機場 當然使得很多人非常震驚 以及有不少憤慨 認為為什麼解放軍會讓他降落到台灣的機場 我也跟很多網友同樣的感覺 有一點點憤怒 昨晚知道消息之後 就直接向大家報告了 另外也讀了兩個中國的聲明 但聲明大致上都是說同樣的東西 今天還有其他聲明出來 都是說大致同樣的東西 所以不需要跟大家再複述 另外也宣佈在4號明天 在台灣周圍的4個海域 就會舉行軍事演習 這個軍事演習自然會影響到台灣的活動 換句話說 現在等於將台灣暫時封鎖3、4天 這個程度 現在ומ�… 讓大家看那個演習的地區 這個中間的就是台灣島 跟著轉眼睛 descriçãoendo 看到在北部有3個地區會舉行演習 南部有2個 而在東部有另外 nog 6個地區舉行演習 反而這個演習是明天 我現在做片時間 可能培羅西已經開始飛機離開台灣了 另外再看看中國的反應 解放軍並沒有做任何事 黃金12小時已經過了 基本上沒有事發生 台灣那邊有很多民眾非常憤怒 中國仍然沒有準備跟美國直接軍事衝突 是否等於中國怕了美國 我相信不是 我們要看看大局 昨天我欠缺看大局的能力 但是經過一晚的心思 今早整天的心思之後 我覺得中國的反應 果然是高我們一籌 第一 台灣同胞也是中國同胞 我們絕對沒有理由因為一個西方政客 而傷害到我們同胞的感情 所以解放軍不出動 亦是明知之舉 我記得昨天我和大家說 我仍然強調我們不可以開槍 我們解放軍降落在他們的國家公寓 不至於有直接軍事衝突 考慮點一樣是不要有直接軍事衝突 這是正確的 我們不是跟台灣的同胞有仇 我們只是跟一些要搞分連 和外國政客有仇 做的錯也不是台灣同胞 而是這些政客 所以我們的目標不要搞錯了 第二 在中國整個國家最大的國策 就是我們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這個才是我們最大的目標 當然在這個目標下面 包括我們是統一 但是這個大目標更加重要 在這個大目標之下 如果現在和美國動手 發生軍事衝突的話 我們的民族復興可能要拖慢腳步 更加理智的辦法 就是加快我們的民族復興 盡快成為我們是不敗之師 不需要出動任何軍隊 可以和平統一台灣 這個是上上策 而關於武統台灣 中方一向有一個底線 底線不是美國的政客 去台灣 底線是台獨分子 要搞獨立 這個底線會啟動武統 現在來說 並沒有達到這個底線的要求 所以也未達到武統的要求 我們國家是一個非常理智 根據邏輯辦事的國家 在這些大型的推動之下 所以解放軍 只是在佩洛西離開之後 才做一些軍事的演練 基本上只是封閉台灣幾天 另外新聞也說 有些產品會禁銷台灣 也有些產品禁止台灣賣去中國 這個不多不少 對台灣經濟有些影響 影響一些同胞 但是一定要做的事 起碼要表示態度 至於對付美國那邊 我們要放長雙眼 對付美國 我們不需要一定用軍事的方法 在現在國際的經濟形勢之下 中國有的事手段 要對付美國 現在我們看看 遲些 看看中國有什麼措施 來抵制美國 導致他們的角力更加急速衰退 只要美國角力衰退 其實是等於我們贏了 所以想一輪之後 我覺得中國的領導人 果然是比我們這些小市民 老業這些 高出一大籌 希望我們未來可以繼續看到 中國如何制裁這些政客 一會兒在世情各事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會有更多的討論 歡迎大家一會兒在直播時留言 我們會用大家的意見一齊討論